哈喽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诶 等了这么多天之后 这一张技术Full Power Z-Land 它的极限制觉醒能力啦 终于放出来了 那整体来讲 说强确实是有它的强度啦 可是就 没办法让人嗨起来就是了 没有强到那种会让人兴奋的感觉 就由现在的环境来说是可用的啦 嗯 OK 那么这边的话 大家就稍微来看一下吧 这个能力 对长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啦 就是把宇宙生存片也拉到170% 什么样式 毕萨跟超毕萨就提升蛮大的 12期毕萨上面 一回合攻防大幅上升 极大伤害 大幅降低防疫 然后超毕萨18期啦 一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 超极大伤害 超大幅降低防疫 然后还有高确立气绝 这么个样式 那一回合攻防超大幅上升 就可以直接让防疫力防备啦 这个还蛮不错的 可惜就 本身的防疫力在初始啦 没有到特别的高 自身的攻防300%提升 OK 然后再来就是 登场一回合内减伤30%提升 这个在第一回合主要就是 被打被动啦 快快去把它给完成上来 所以减伤30%是alright的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 回合开始时 血量40%以上时 攻防100%提升 还有全属性guard 那么这个全属性guard 就会被这个血量控制啦 所以要尽量注意 血量不要30%以下 不然的话 40%以下不然的话 就有少掉全guard 它会很辛苦啦 那么来到这边 就有400%的攻防能力 那么再来的话就是 回合开始时 血量40%以下 或者登场五回合之后啦 回合开始时 血量80%以下 在当个回合之后 攻防会加200% 那么这个200% 只要这两个条件啦 触发一次啦 其中一次触发 那么就会长住200% 那么三条这个 加攻防的被动 全部弄起来的话 就会有到600%啦 老实说就600%算起来 其实是很高啦 可惜就 没有直接想成好可惜啊 哈哈哈哈 原本意想中 可以像数级人 这么的狂暴 这样子的感觉 妈妈妈 然后注意的就是要 血量40%以上啦 然后等到第五回合 血量80%以下就OK 比较简单一点去让它触发 嗯 然后每一次受到攻击啦 气力会加3 最大加11 然后战斗中 自身受到3次以上的攻击后 就可以必定必杀技追加发动 也就是说 第一回合有34%减伤的时候啦 可能可以把它丢到1号位去被打 尽快的把这三下攻击给叠上来 然后再加上这个气力给弄上来 不然自身没有任何加气啦 然后 连接上面 例子大会跟精益的速度两条罢了 算是要比较注意一点点 嗯 前面快快就把它弄上去就好 然后效果拔群是直接有啦 不用条件了 嗯 然后再来就是攻击的对象 处在降攻或降防或气劫状态时 就可以必定会心 当然现在蓝区的关卡 宇宙生存片 是没办法啦 但是在 呃 狗吉他的关卡 也就是 九周年的关卡上面 狗吉他是可以降攻的 在那边的话有成功降到攻 就可以做到必定会心 所以也还可以接受啦 然后气力条24的时候啦 攻击时 会使敌人 行动一回合无效化 也就是Action Black 可以打掉 然后这张整体来讲的话 就是比较偏向2号或3号位的运用 会更多 那么 可能就害怕他撑不住必杀的话 就选择那个攻击次数比较少的地方 靠着Action Black 打掉敌人的那个攻击位 可能就可以防止被必杀敲到 就是 不过很长啦 是随随的 我们Action Black掉的啦 都是普攻 来的都是必杀 时常会遇到这样子的状态啦 然后再来的话 主动机方面是跟原本的没有差别吧 还没有资料下载 不过大部分主动机是不会有任何的替换啦 那么在这个被动之下的话 最大加成 血量40%以上 以及被动全满 攻击600% 防御行动后1300% 连必杀的话 可以去到1650% 这么个上下 要行动过后才会高 所以就刚才讲到的 他是属于比较偏向二三号位的角色啦 只有第一回合啦 第一回合可能可以稍微一号位担当一下 那么这个是G-Lane的素质啦 这张Full Power 跟素数的G-Lane连接 他的连接可以七条全满 所以这一次就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他的最强连接状态 可是就没有算Support 或者Support Member 这些下加上去啦 就是普通的 只是有连接状态下 那么血量40%以上啦 也就是初登场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去到1537万啦 然后配合效果拔全 2000出万的火力啦 踩行状态 然后50%就比较普通 防御面上的话 大家可以看得到行动前其实没有很高 40.1万行动后80.2万就是直接上去了 除非如果是有被打到三下的话 就可以达到100万的防御力 全属性G-Lane再加上30%减杀 这样在这个状态下它就会很硬 然后再来血量40%以下的时候 就可以去触发那个攻防200%的被动 在这个状态下它的能力也是不错 可是假设是在前期就遇到这个状态啦 就不吃血量80%以下的时候 那么就会少掉全属性G-Lane 这样子的防御力 其实还是有一定点的那个危险度啦 就是遲到必杀方面 不过只是在前期扛普攻还行 但如果是短期战向圣兰兰那种关卡的话 那边百万百万的攻击啦 连普攻都会破防 这个就要比较注意一些些啦 1号位就比较麻烦一点 可是这个普通是第二次登场第三次登场 大概率它都是可以已经是连击必杀了啦 所以去到100出万的防御力 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那么主要就是它的状态完全满到完之后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被动全满 血量40%以上 就可以达到攻防600%啦 然后必定连击必杀 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攻击啦 攻击其实没有到很高耶 已经是满连接了82%的状态 2152万再加1370万的连击必杀 最多也只是3522万 然后5283万 就这样看上去实在是没有太让人惊艳的感觉 可是至少啦 2152万这条数字啦 已经是足够去破防我们的物佛啦 可以打传物佛 我算是一个火力上面的认同感这样子的地方了啦 还可以 然后防御面上的话啦 行动前可以去到56.2万 当然这个防御力我们也绝对不会把它放在1号位啦 群属性格斗现在这么低的防御已经很难扛了 毕竟要达到这个满被动了 我们基本上已经来到关卡的后期了 那么后期的那些火力什么都很高 要扛下来是不现实啦 然后行动过后 112万 然后连必杀啦 因为这个被动一定有的嘛 连必杀140万算是我们基础可以达到的 然后二连必杀也就是潜能被动 潜能上面的连击触发的话 168万 只有全属性格斗再加上这个样子是不过啦 可是它还有一个action bag嘛 假设刚才前面讲到的 可以把敌人的攻击给敲掉的话 那倒算是还ok 大家应该是比较在意一下就是扛伤能力啦 这边我也稍微算了一下啦 假设就是在刚才那边数值的状态下 出登场行动前啦 因为防御力不是很高嘛 40.1万 假设被100万的攻击敲到啦 是会扣血的 7.95万这么个样式 是不多啦 但是以这边来叠一下被动的话 我觉得还蛮alright的 那么出登场行动过后 80.2万的防御力嘛 会被200万的攻击 打一个15.9万 算是可以在 我们的那个 生兰达那种短期战面 放在2号或3号未来 很好的运用了 因为可以扛得住它的必杀 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等下到满被动过后 行动前其实防御力就不高 只是靠着全属性感动啦 它在200万的情况下 可以扛39.9万 其实算出来还蛮惊异一下下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好扛 然后再来行动过后啦 然后140万 扛一个10万 然后300万的那个火力 扛一个50万 嗯 就这个样式啦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这个就 其实扛伤能力也没有去到很强 可是就是靠着那个 Action Break 来减免自己受到伤害 但是一般的攻击啦 它完全是可以扛得住啦 现在最高最多 马布斯就误佛 190万的那个普攻 然后 必杀的话 就我们也 也不是每个角色都可以扛得住 所以 Ziland这样子的表现 其实已经是很 很够了啦 嗯 已经算是还蛮够了 只不过就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 那么夸张 主要就是火力面上 原本意想中 会更加更加的高的 但是 并没有达到我们所想象中的 应该说 没有达到我想象中的 那个低步啦 因为 竖极LAN 带给 带给我们那一种 哇 它应该可以到很狂的低步 结果并没有 哈哈哈哈 有点小可惜 不过 官方有把它的那个 全属性效果马群 它放出来倒还OK 然后再加上全属性卡托 比较要注意的可能就是 血量 这方面的应用 然后在平时来讲 因为它本身就是 2号和3号位的角色嘛 在使用来讲的话 就是看着敌人的 嗯 攻击次数比较少的地方来摆 咳 哇 放到它这个 哈哈 突然间跳出来的 吓到我 就是找一个 可能敌人攻击次数不高的地方 靠着Action Break 来打掉敌人的攻击 也算是一个 活命的地方 然后剩下就是普通的输出啦 然后它还有一个主动剂啦 自身是可以增加30%攻防的嘛 那么在使用主动剂之后 它的火力上面 什么都可以提升到相当不错的地步啦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的输出啦 如果可以做到最大状态 前连击到完的话 是可以去到9738万的火力啦 可是如果只靠效果拔群 后面的两发 好像没办法破防那一个物佛耶 就 不是很确定 看到啦 1913×1.5的话 2869万再减掉200万防御力 没办法破防 如果没有灰心的话 所以也就只有第一发可以破防 老实说 这边会惊喜不起来 可能也是来自于这个方面上啦 不过它的那个防御力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只要二连击的话 可以去到219万 对比前面的168万来说 是有很大的提升的啦 嗯 可是就使用上 在宇宙生存片 现在满队伍的情况下 可能不会把它给特别放上去啦 就看情况来使用 目前大概就是 第十一宇宙的任务上 我们会用到它 After that 就未必会很常拿出来了 可是它好的地方 也就是它没有被绑任何的类别啦 所以只要它的类别有的地方 我们都可以把它给放着去啦 这也算是 比较alright的啦 嗯 那么再来的话 潜能点大概就是 灰心我觉得要高一点 连击也是需要给它一点 所以就主连击赴灰心 然后再靠技能一双双的往上推一推吧 嗯 回避方面的话 应该不太需要了啦 只以扛普攻来说 它绝对是够够的了 绝对是够了 必杀方面 只要不要太痛的话 300万还是可以扛得住 嗯 所以连击还是要把它给弄上去啦 因为168万的防御力 在扛300万的时候 会更加轻松一些 嗯 刚才算给大家看到是140万嘛 OK 那么这个就是 G-Lan 的 极限的觉醒和能力 大家觉得怎么个样子呢 就 可能被养坏了 导致我没有那个惊喜感 哈哈哈哈 它的强度是绝对有的 诶 它的强度是绝对有的 只不过就 啊 可能对它期望太大了 原本想说 可能可以来个 一千三千万这样子 哈哈哈 嘛嘛嘛 就是这个样子啦 就等着它的 极限的觉醒正式到来 我们再来尝试使用一下 明天会有一个 版本更新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早上的时候 然后版本更新完 它的资料下载也会进来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间 是 看是明天直接极限 还是拖多一两天这个样子啦 嗯 好了 那么这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各位的收看 jia matani 拜拜